请听汉武大帝 听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文质武功和武大帝 我是安吉 上集咱们说到 再次怀孕的魏子夫忽然病得奄奄一息 眼看母子不保 医术高明的太医也束手无策 更奇怪的是 武帝喜欢的几个嫔妃们 也相继染上怪病 一个个不是头疼 就是心口疼 叫太医来看 也找不出病因 因此推断 可能是有人在捣鬼 武帝命人彻查 结果意外地发现 这件事情和皇后陈阿娇有关 陈阿娇是管堂长公主刘朴的女儿 也就是武帝刘彻的小表姐 她自小在宫中长大 生得花容月貌 聪明伶俐 是长公主的心肝宝贝 也深得窦太后的宠爱 刘彻和阿娇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玩伴 感情很好 据说在刘彻六岁的时候 有一次长公主逗她 指着一旁的宫女问她 这个宫女给你做妻子好不好 小不点刘彻使劲摇头 却指着不远处的阿娇说 我要娶阿娇做妻子 大家都笑了起来 刘彻却很认真地说 将来我要给阿娇造个金房子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 长公主本来就喜欢这个冰雪聪明的侄子 听了这话 很是开心 就要求王皇后和窦太后 把阿娇许配给了刘彻 刘彻一继位 阿娇也就顺理成章 被封为皇后 这阿娇啊 是样样都好 可就是脾气不好 也许是自小被宠溺过度 要啥有啥 她就习惯了别人都让着她 即使刘彻登基做了皇帝 阿娇心里也还只当她 是那个从小 就被自己呼来喝去的小表弟 连说话都口无遮拦 缺乏对夫君最基本的尊重 可是刘彻已经不是那个 拖着鼻涕跟在姐姐后面的小男孩了 而是一个威震八方的大国之君 虽然武帝也没有和他计较 但是两人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 武帝就经常到魏子夫 等自己宠爱的嫔妃那里 毕竟没有儿子对一个皇帝来说 是件很严重的问题 失宠的阿娇万分不甘 他心里深爱着刘彻 但这种爱却是霸道自私的 看到别的女人和自己分享武帝的爱情 嫉妒的毒焰在他心里越燃越高 魏子夫自进宫之日 就一直受到阿娇的欺凌 连自己的弟弟未亲都差点丧命 而魏子夫牢记着母亲的话 要守本分 一直小心隐忍 虽然生女有功 被封为夫人 但她从来不和阿娇起冲突 她的温柔宫顺 反而让武帝更加真爱她 眼看自己没有能力留住汉武帝的心 陈阿娇在身边一些不良宫女的窜躲下 就采用了一个非常见不得人的毒计 在民间找了个能通灵使鬼的女巫 用巫蛊之术来诅咒那些受武帝宠爱的嫔妃们 这个巫蛊之术啊 是中国古代民间秘密流传的一个咒术 这个女巫实际上是有一种特异功能 能够和另外空间的灵体沟通 如果想要害什么人 就比照被害人的样子做个小牧人 女巫用咒语驱使小牧人 在另外空间的灵体加害别人 被嫉妒冲昏了头的阿娇以为 只要把那些情敌们都撂倒 武帝就会回到自己身边 被派去的官吏 很快就查明了事情的原委 听了禀报 武帝异常震怒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最信任的皇后 竟然会为了一己之私 做出这种荒谬卑鄙的事情 这个巫蛊之术 确实是很英读的 咱们说 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你派刺客来攻 我还能多派些侍卫保护 你从另外空间偷袭过来 摸不着 看不见 我怎么躲 所以会使这种巫术的人 真的是非常可怕 盛怒之下 武帝下令 把和此事有关联的三百多人 一一严惩 杀的杀 关的关 罚的罚 而对青梅竹马的结发妻子阿娇 刘彻还是心软了 考虑再三后决定 废了阿娇的后卫 把她打入冷宫 她派人赐给阿娇诏书说 皇后失去本分 陷入巫谷之术 不能再承担天命 必须交出玉玺和受贷 废除皇后之位 退居长门宫 不过念在两人的情分上 吴帝还是保留了他皇后的待遇 阿娇追回末子 在寂寞冷清的长门宫里 独自顾问了被赞的一生 年仅38岁 就告别了人世 处理完后宫的事情 汉武帝又把心思放在攻打匈奴上 虽然汉武帝一心想好好教训一下匈奴 但是当时以韩安国为首的很多大臣 却一致反对 他们情愿延续文帝景帝的作法 将军王辉当时提出满意之谋的时候说 秦穆宫开始时只有三百里方圆的一块小地方 他借助时势的变化 攻占了西戎 吞并了十几个小国 得地千里 始皇时蒙田当大将 占领了湖 开辟土地几千里 又以黄河为戒 垒石为长城 众树为显赛 使得匈奴不敢南下 他们都是善于抓住时机 该用武力时果断出击 而大汉王朝如今国力强大 应该抓住时机 和匈奴做一两段 武帝也是这样的想法 他从小就有一种特别强的使命感 一直觉得打败匈奴 开疆拓土 就是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和责任 这些年韬光养晦 招兵买马 就是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 经历了马懿之谋的失败 武帝认识到 纵然自己有千班计谋 也不能亲自上将场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得找个能带兵的将领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在招募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其中魏清是他最看好的将领之一 武帝认为 魏清最大的优点是忠诚 可靠 勇敢 无畏 对武帝的指令心领神会 不达一点儿马虎 除了武艺高强能吃苦 魏清的为人也非常谦和 无论对同僚还是手下 都能做到为他人着想 与礼相待 所以他在军队里的威信也很高 唯一有些缺憾的是 魏清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 实战经验比较欠缺 要说实战能力 还是将军李广虽有经验 武帝想 只要让魏清和他出征几次 相信魏清必能很快胜任 元光六年 即公元前129年 也就是阿娇被废后的第二年 武帝又策划了一场 攻打匈奴的战役 这场战役也是事出有因 这年匈奴再次举兵南下 先头部队一度攻进了上谷 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北部 匈奴人抢梁抢马抢女人 不知祸害了多少人家 汉武帝接报后 义愤天鹰 立即着手不止反击战 一定要教训一下匈奴 28岁的汉武帝这次成熟多了 他召集朝廷要臣 认真商量了反击匈奴的具体战略 做了详细而周全的部署 他派了四位将军出兵 具体的作战路线是 魏清忍车齐将军 从上谷出赛 萧齐将军李广 从燕门出赛 太仆公孙赫忍轻车将军 从云中出赛 太中大夫公孙敖忍齐将军 从戴郡出赛 四位将军各率一万骑兵 共同攻打匈奴 从上谷出赛的魏清 是顺着匈奴攻进撤回的路线走 算是主战场 和匈奴骑兵正面交锋 而其他三位将军 则是从侧翼包抄 作为魏清人马的侧应 兵分四路 是为了分散匈奴人的注意力 让他们无法兼顾 鉴于马懿之战的教训 和对匈奴骑兵的忌惮 五弟命令他们 只许在官室 也就是贸易市场附近 寻找战机 避免深入敌境 四位将军领命出发了 和五弟送别他们 心里却为魏清捏着一把汗 魏清被分配在主战场上 可是 他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实际上等于做了诱饵 汉五弟虽然不能确定 魏清是否能打赢 但是有一点 他能肯定的是 以魏清的勇敢无畏 即使敌人重兵当前 他也绝不会临阵逃脱的 到时候就希望 其他三路人马 特别是素有 非将军之称的李广 能够抓住战机 配合好魏清 共同歼灭敌人 不过 这次战役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人的意料 那么 到底 在战役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